就是将华夏八千年分为三个阶段 当然了 这个等会儿张老师自己介绍吧 好吧 上古四千年 中古两千年 近古两千年 包括这个 华夏七国的研究七个字 刚才这个我们在张老师 这个书里面介绍中也谈到了 陶 玉 铜 七 金 银 瓷 然后呢 待会儿呢 也会请张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 好吧 那么我就不 很多我介绍不太清楚 大家多批评啊 然后呢 这个请张老师给大家打老虎 然后开始您的分享好不好 谢谢长征 谢谢长征 你谦虚啊 那个你说你是一个不专业的主持人 你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已经上次合作一次 合作的特别好 我有许多方面 我都是直播方面特别欠缺经验 如果涉及到这个讲述的范围内 其实国内要找这方面不太业余的教授都很难 所以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呢 就不存在专业不专业 我觉得你在技术上还是非常专业的 今天我们下午跟长征是预先排演一下 因为以前面做过几次直播都是直接用语言讲 比如说做了我们上次做了是装子复原本 装子复原本 对 那么那个主要是涉及文字 不涉及图片 要用图片 尤其是用PPT怎么来跟那个直播的朋友共享我这个图片 我原来一般习惯于在现场做讲座 现场做讲座可以投在大屏幕上 这个在直播间里面做图片的讲座 我一开始觉得是有难度的 怎么跟朋友们用讲话来表达图片呢 后来长征就提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建议 说你可以把那个PPT共享到屏幕上 技术上我也不懂 刚才下午跟长征学习了很久 总算大概学会 希望等一下不出错 出错的话长征还要技术给我技术支持 咱们随时连线 那么刚才我们预演一下 我就发现居然在这个视频直播里面 也可以分享图片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个体验 而且这样的让我对 在直播里面讲福西学我更有信心了 我以前一直比较觉得 直播上很难讲图片 不像现场讲座 可以大屏幕头上图片 跟听众交流 视频直播这么小的屏幕 怎么分享的 我一直不了解 刚才技术好像是把关 可能技术观基本过了大概 那么在开始正式讲主题之前 我先要跟长征交流一下 感谢长征和天使文化 董西安先生 他们在没有跟我商量的情况下 定了这个时间和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首先定得很好 其次这个时间也听得特别巧 为什么呢 现在是2023年5月 五一的长假刚过 对 那么问题是我们这个今天讲的是 青铜知道的是福西学的第三本书 那么福西学诞生在十年前 2013年5一长假之后 所以到现在是整整十周年 就2013年的时候 我和一帮朋友 开启了一次福西学的之旅 就是也可以称为 因为我那个福西学当时还没有诞生 五一的时候 我们就去了一次欧雷一次旅行 这次旅行当时叫做 不叫福西学之旅 叫彩桃之旅 彩桃之旅的第一目标是 甘肃天水大地湾 其次是陕西半坡 还有延安黄帝岭 中间还顺带的去了敦煌 麦基山等等一些地方 还看了很多博物馆 兰州的甘肃省博 西安的陕西省博等等 就说那次呢 还寻访了一些民间的彩桃收藏者 在甘肃的 当时看彩桃去之前呢 确实也做了一点功课 是有备而去 但是虽然有备而去 但是看了以后还是非常震撼 实地考察以后 把有备而去的那些东西 都得到证实 而且大大的丰富了 然后就是五一长假 回到上海以后 就进入了我说的 2013年是福西学的元年 所以我把2013年呢 称为福西学创立之年 是元年 同时这个元年呢 比较神奇 我又称之为 2013年是我的奇迹年 这个奇迹年呢 其实主要是发生在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不是发生在一整年 因为2013年的年初是 先是出版了 庄学三书的第三本 庄子传 出版完以后过年 过完年我春天 春天以后 我就开始进入写老子奥义 写老子奥义以后 后来我就想写 老子之前的中华古道 结果呢 就突然想到 应该要去考察一下 这个福西族的故地 福西族的发祥地 发源地 甘肃天的大地湾 去了一看以后 回来就马上就把老子奥义 暂时放下了 这个一放呢 就放了很久了 就放了 从13年放到23年 然后这个从13年开始 5月1号到8月 就三个月里面 成为我这个福西 福西学元年的 那个三个月 是奇迹年里面 三个月 三个月里面 我把这个陶玉童 整个中国 我刚才那个长正也讲到了 中华器物七个字 陶玉童七 经营词 那就是把这个七个字 全面三个字的陶玉童 以及后面四个字 整个中华八千年的图片 的大海 基本上我都逛了一遍 摸了一遍 然后摸清楚了其中的大部分的主要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定义了要写三本书 这是第一本是福西之道 讲彩陶的图法 第二本就是玉气之道 讲玉气的图法 第三本是青铜之道 是要讲青铜的图法 所以在当时2013年的时候 那五月到七月这三个月里面 我就把这个整个的福西学的框架就搭起来了 后面就是把这个框架就是一一落实写成为书 是一个论证的过程 2013年的8月18号 我就在深圳市民大讲堂 做了第一次的福西学的演讲 那次演讲 后来深圳电视台把它播 分为六级播放 在电视里面播放的影响也比较大 所以那一年 不仅是我福西学业取得突破的一年 同时呢 也是取得巨大传播的那一年 那是完全同步 那一年确实 所以是蛮神奇的一年 然后到福西学讲座 讲完以后呢 后来在2014年 广东盛德和响界基金会 他们建了一个和颜 请我做顾问 所以我就把那个和颜 称为是中华大地第一座福西学的园领 那这个 这个是2014年 后来建成 到2015年 就是福西之道第一本书 也就是福西学三书的第一本就出版了 这是第一本 称为福西之道 其实它的内涵是彩陶之道 讲的全部都是彩陶的维扬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在PPT里面 每一本书都讲一下 所以我 然后2018年就出了预期之道 然后2019年进入了我和天玺文化的合作期 天玺文化呢 在2020年 2021年 先后重版了我的装学三书 然后就在去年 2022年 就出版了我的这个青铜之道 就是福西学第三书 然后今年还很有希望 那个天玺文化会出版我的老子的第一本书 就是老子奥义 所以天玺文化跟我这个这一段的黄金合作 就是把我的福老庄三书 三学的主要著作都 就会相继出版出来的 而且他们的印刷质量特别好 因为我这个福西学啊等等 它就涉及到图片的印刷 而且要彩印 那你如果图片没有细节 印的不精彩 印的不清晰 图片细节看不清 大家读图理解图都会有有比较大的困难 所以那像 那个这三本福老福西学三本书 以这本青铜之道印刷质量算是最精美的 它的纸张的质量印刷的质量都是最好的 那么所以接下去呢就是福西之道和玉西之道这两本书 今后在青铜之道出版以后 有一些有可能考虑会再进行修订出版 我最近除了前一阵子在修订房子 我现在就在我刚刚搬呃搬过来的那个新鞠再给大家做这次演讲 也是我新鞠的第一次演讲 如果关注我们呃我们青铜呃 关注我我们庄子庄子江湖的朋友 可以呃前一阵子看到我上周发出了一个推文 就是千鞠呃福西四纪元 里面讲了我这个新鞠的里面一些福西学元素 嗯然后现在你看我这个后面背景墙 我那个书架还没定比较匆忙 所以我就只放了一些跟福西学三书有关的一些一些一些东西 太有心了 对 呃那么我们前面就是呃做了一个小小的铺垫 就是讲了今天这个时间点呃呃 天一文化讲坛和天使文化合作 安排了这次呃这次讲座 如果有我自己安排我这次是呃呃 这两天我正忙于在收拾新房间 新房子嗨嗨嗨的 谢谢 没有时间安排有可能会安排在后面 当时呢我也没有想过要对那个福西学呃 十周年要做一个小纪念 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结果你们安排了这一次以后 恰巧我也是这两天忙停当了 准备要开始讲座了我才想起 哎呀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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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图法 然后进入到青铜之道里面的青铜图法 这三本书互相之间的文样关系是什么 那个文有文法 图有图法 就是这个陶玉桶 三种不同器物上面的图 它的内涵是什么 它的内涵互相之间有什么关联 它对中华文化 华夏八千年文化有 什么样的重大的意义 价值 我们等一下就通过这个PPT 我们就展开讲一下 现在我先要把 我刚刚从长征那儿学到的新技术 来试一下 行不行 谢谢 没问题 OK 然后在张老师选共享的时候 我说他这本书 这本书定价是168块钱 然后今天是在我们直播间是84 84块钱定价168 在我们直播间是84 大家可以一起在直播间购买就行 共享屏幕 共享屏幕 然后选择PPT就可以 选择PPT 然后确认共享 对 我们已经看到了 确认了以后呢 要确认以后 然后我再把图片放大 我再要把图片放大 对 从头开始 对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PPT的主题 对 是我们这次直播的主题 韬铁文是如何形成的 谢谢 那么韬铁文呢是一个传统的命名 这个命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因为它不是先情的这个这个文艳的本身的固有的命名 这个命名是后人命名的 这个命名是有问题的 但是它已经约定俗成了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连名词来理解就行 但是不要被淘汰这个词汇的它的内涵 所误导 因为淘汰这个词的本意是一个 类似于像魔鬼一样的这样一个 一个贬义词 但实际上它的内涵实际上它是天地 是正面的 是神而不是魔 所以呢原来的解读是有误导的地方 这样就会形成对它的不正确的理解 对刚才就是大家 我那大家如果在老张老师讲课过程中有问题 可以随时答公平了 我跟老张老师提问 然后呢大家也转发一下 我们今天直播也点点赞 OK张老师您开始 好那么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福西学三书 福西学这个三个字呢 是我是用那个华夏人文始祖福西来命名的 那么它实际上福西学的内涵 我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福西学呢 它其实研究的就是华夏的图像学 那我们中国的书称为图书 那么书一般认为是用文字来写的 那么在书之前它就有图 图呢称为图籍 所以它虽然没有文字 但是它也是文字之前的一种思想知识的一种载体 那么在商周甲骨文之前 我们文字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期 它这个发展期的上古的源头 它就是图的阶段 这个图的阶段其实是要延伸了大概有四千年 所以由于我们中国的知识记载在图和书里面 所以我们要读中国书 想要读懂它 就先要看懂中国的图 那么如何来看懂中国的图呢 就像我们看懂文字需要懂文法 那么我们看懂图也要懂图法 华夏图像学 我创建的这个福西学 就是来研究上古的陶玉彤 这三种主要器物上面的图的图法 读懂它的图法 我们也就理解了它的图的每一个细节 刚刚我们讲了那个福西学的三本书 这个好像不知道能不能移开啊 我这个头像 就是我我这个小屏幕 厂正这个小屏幕会把这个PPT遮住吗 好你你讲你讲没问题 我我我我来移 那这三本书呢都有一个副标题 这福西之道的副标题是解密华夏文化总基因 历史之道的副标题是解密中国文明元代码 青铜之道的副标题是解密华夏天地 陶铁文 那么它其中 讲的是一个观念性的一个目标 但实际上呢 每一本书都是讲了一种器物上的图片的 图法图像的那个文样 它的内涵 那么福西之道讲的就是陶器的文样 陶器之道讲的是陶器的文样 青铜之道讲的是青铜的文样 就华夏图像呢 我们假如算先秦的话 就是有一共是六千年 它是在下代以前的上古福西时代是四千年 是公元前六千年到公元前两千年 它其中可以分三大时期 一个是先养双文化一千年 那么中古夏商周三代呢 总共是两千年左右 两千年是一个整数的说法 中间有一些小的年代的差别 因为历史不会完全按整数来进行计算 但是我们说的时候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它说成两千年 接下去我们就分别 从三个 这三本书对它进行一个额要的 提要性的讲一讲福西学的要义 那福西之道主要是讲的上古四千年的陶器上面的图像的 它的图法 那么陶器的图法主要就是天文历法 那么中华天文历法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归表侧影 归表侧影这个表就是从地面垂直向上八尺的一根表木 我们在甘肃天水大地湾第一期公元前六千两百年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彩桃 这样一个完整的彩桃 这个彩桃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标记 看上去像一个箭口 其实它不是一个箭口 它中间是一根表木 就是一根树 一个木柱子 是八尺高 相当于男子身高 然后当太阳东面升起的时候 这个表木就会照在地上有一个影子 这个投影 这个投影 这个投影当我们用一把归尺去丈量它的长度的时候 它就称为归影 当太阳过了正午以后 到了下午的时候 它这是下午的归影 这个表木它就投在地上 它也是有归影 那么一般我们测量 这个表木的影子呢 只不是测量上午归影 也不是测量下午归影 测量的是正午的归影 因为当太阳 你在非常南边的时候 在南回归线的时候 那么太阳的这个 投在这根表木上 它离这根表木是最远 所以它这个表木的影子是最长 那么它就是冬至的 当太阳一点一点往北走 走到赤道上空 它就是春风秋风 那么它的表木是中等 归影是中等的长度 当太阳达到北回归线的时候呢 由于它离我们这个北半球最近 那么它的投影的角度就是最 最最小 所以它的表木就最 这个归影的长度就最短 所以下肢的归影就是最短 所以通过测量正午的太阳 投在这个表木上 形成了下面的归影的长短 就可以判断太阳是在哪个位置 在哪个维度 在北回归线到南回归线之间的 哪个维度 这就是中国人上古 福西族发明的归表测影 中国天文学的根本方法 那么这个根本方法 我们可以根据 甘肃天水大地湾第一期上的 这样一个归影符号 我们就可以确认 致辞在公元前六千年 福西族已经发明了 这个中国天文学的根本方法 那么这个除了这个归影 在甘肃天水大地湾 它还有很多其他 可以来证明 这个符号是归影符号的 很多符号 像这个它就是上午归影 这个就是下午归影 这个就是一个完形的归影符号 其实它这个字也是归字的 最早的字 所以它这是太阳旋转文 这是归影符号 这个是阴摇文 这个是阴摇文 这个是阳摇文 所以这个归影符和它一系列的 跟福西挂项有关的符号 全都有 当然还不止这几个 它是一整套完整的体系 那么我们来解读它 福西族为什么当时会发明 用归表侧影以后 它怎么来记归这个 归表侧影呢 它就是它用阳摇的位置 来表示太阳的位置 它用阴摇的多寡 来对应那个归影的长短 所以比如说 当太阳在南回归线的时候 它就一阳来复 冬至的时候一阳来复 它就从复光开始 下面一条阳摇 表示太阳在最南 然后随着太阳逐渐往北走 它就变成了两条阳摇 你们看它第二条阳摇 就表示太阳更近一点 到了春风的时候 三条阳摇 三条阴摇 那么就是说 太阳这个时候是在赤道上空 然后继续往北走 就往接近北回归线 到达北回归线的时候 是太阳离北半球的最近 那么阳摇就最多 也就是太阳最靠北 阴摇最少 也就是它的归影是最短 这是上半年 太阳是一个北归的过程 下半年太阳是一个南长的过程 归影从短到长 太阳从北到南 到最后太阳离得最远 那么在山海经里面 它有分别在大荒 东经西经南经北经里面 都各有七座山 这七座山它都称为日月初入之山 东边的是日出之山 月出之山 西边的是日落之山 月落之山 日月是交替的 太阳上升 太阳就息落 月亮东升 太阳就息落 日月交替 那么在这个东七山和西七山之间 两座山之间就形成了六个山谷 每一个山谷 它就代表一个月 所以福西化的卦 为什么要化成六条窑的卦 就是每一条窑 它就代表两座山中间的一个月 同时用这个阴阳窑来代替 太阳的位置和归影的长短 然后它组合起来就是六十四卦 所以我们在看周易的译传里面 它有一句话叫 归卦至十亿 大以灾 它说每一个卦 它的时间意义是非常大的 是最大的意义 那么卦的时间意义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说法叫做雨时消息 雨时消息 现在我们说听到一个什么新闻 我们叫有什么消息 你有什么消息啊 新消息啊 好消息啊 坏消息啊 这个消息这两个字在挂项里面 是专门指上半年 太阳从南回归线往北回线走的时候 是由阳窑来消阴阳 所以一条窑消掉 一条阳窑消掉一条阴阳 两条阴阳消掉两条阴阳 到潜挂的时候就六条阳窑消掉了六条阴阳 那么就是阳消阴 这上半年就是阳窑越来越多 阴窑越来越小 越少就是阳消阴 下半年呢是阴窑越来越多 阳窑越来越少 这叫做阴西阳 这就是消息两个字的本意 一个是消 一个是西 你单纯看这两个字 看上去都是减少 消是减少 西也是减少 那问题是谁减少谁呢 阳减少阴叫消 阴减少阳叫西 这是消息的本意 所以呢 由于他这个七三六谷 形成了这 是挂象的七级六遥 所以这个福西连山力和神龙归藏力 后来就被下代的连山继承 被商代的归藏继承 所以下代的连山和商代的归藏 这两个字 两个名称 它是周易之前的两部艺书 分别是用六十四卦来记录天文历法 那么它的字 字面含义完全都是跟天文历法有关 东面七座山就是七连山 西面七座山就是七连山 那么上半年太阳北归 下半年太阳南藏 所以称为归藏 这个就是挂象和连山归藏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福西六十四卦 它最初的含义 就是用于记录天文历法的 那么在上海经里面 大方东经有七座山 大方西经有七座山 它就是东西七连山构成了连山力 但是后来用一个顽形的方法 就是既然东面我们搞了七座山 西面搞了七座山 我们把它向上投射 就形成了东苍龙七秀 西白虎七秀 那么除此之外 这样我们把东方的天空中的主要的新秀 跟地面的七座山对应起来以后 西面也对应起来 但我们都北面的天空 南面的天空 我们最好也用七座山 用这个模式把它推广 把它完整化 所以就形成了东南西北各七座山 全部往上投射 这样我们就整个把天空 东南西北四大天空就形成了 然后再形成中间的天空 中间的天空呢 是由北斗七星来组成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 都是七 都是七 这个就是中国天文学里面的最核 核心的几个七 然后在东南西北的这个 二十八山投射上去变成了 二十八秀 就形成了 不仅是有形成了地面的坐标 同时形成了天空的坐标 这样也就形成了所谓的金线和尾线 这是我们中国天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通过金线和尾线 我们可以把每一颗星 它所在的位置 可以把它固定下来 同时固定下来以后 我们可以观察它的变化 它是不是从这一格走到另一格 需要多少时间 它的速度是什么 它的周期是什么 都可以进行观测和判断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东南西北二十八秀 二十八秀里面的最主要的 就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物 一个绳就是龙 这个龙众说风云 但实际上它是从苍龙七秀来 它的整个的造型 就是跟苍龙七秀的连线是合一的 所以我们在青铜器上就看到 很多青铜器 它两面有两个像手柄 柄一样的东西放在两边 它是对称的 它其实就是两条苍龙七秀的象形 而它的整个都是卷尾龙 这个我们在青铜制造里面详细讲 那我们继续讲那个 就是伏羲卦象 这个跟太极的关系 伏羲卦象它 当它旋转 整个一年的旋转成为黄道 这个时候没有摇 这就是太极 那么在异传里面说 太极升两亿 两亿就是把它分为上半年 阳半年 阴半年 这是两亿 半年它就等于是一条阳阳 这半年相当于一条阴阳 然后把它继续分 可以分成二阳的四卦 就是四十 两亿生四十 四十生八卦 也就是生八节 然后八节就形成了十二屁卦 十二屁卦就是十二亿 然后再形成用六十四卦来记录一整年 整个的它的卦象合成 它就是一个太极座 其实它每一个从两亿开始到四十都是一个太极图 只不过它这是全年太极图 这是阴阳两亿太极图 这是四十太极图 这是八节太极图 这是十二亿太极图 它其实是一个逐渐成型的过程 最后合成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太极图 所以太极图是卦象的合成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中华文化最主要的源头性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六十四卦 一个是太极图 而且这两个东西都是跟福西相关的 但是此前没有人很清楚知道太极图是卦象的合成 有一些猜测 但是它没有完整的论证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考古以及福西学所建立的一些逻辑关系 可以清晰的完整的用全方位的全息逻辑来证明 太极图就是卦象的合成 这个是三西陶寺 公元前2300年出现的这个太极台 它的观测太阳 一年在什么缝中出现 它是有严格的计算 大家很可能会想到在英国有一个巨石症 这个英国的巨石症比这个三西陶寺太极台 要晚大约800年 所以我们这个三西陶寺太极台 它的观测太阳的出现的这个缝隙 它的这个先进程度是很高的 同时不仅我们发现了太极台 它的观测太阳的 同时我们也在三西陶寺考古出土了一个龟表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福西族发明的龟表侧影的图 这个是八尺高 这是八尺高 是相当于一个男子的身高 它是表目 这个表字大家就可以想到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面 宫殿前面所立的这个叫华表 华表就是华族的表 华族就是福西族 华族也就是中华民族 对吧中华民族的这个表简称华表 那么这个华表的功能是什么呢 测量天 测量太阳的影子 所以华表为什么要站立在宫殿之前呢 因为天子皇帝 他就是按照立法来统治人民 安排整个农业国家的一年的春耕夏种秋收冬场 所以他要按照天时来统治管理这个国家 所以宫殿前要立法了 竖的是表目 横的叫做龟 龟字呢在考工纪里面称为土龟 它称为土龟呢 但是它是分在这个考工纪里面分各种不同的工种 其中一种叫玉宫 玉宫里面有一个表叫土龟 那么它是用玉做的 为什么叫土龟呢 因为它放在土地上 所以在陶寺发现的这个土龟呢 它上面就是由一段一段不同的颜色的玉拼起来的 它拼起来以后就等于是形成了刻度 由于玉的那个硬度很高 它的密度也很高 它不大会轻易的热胀冷缩 所以它作为胀凉度 它这个玉是来凉天 凉天的龟表的影子是最精密的 这个就是预期在这个里面的重要的价值 是陶寺发现的这个硅表 它的横硅土硅就是用玉制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陶寺的时候会涉及到玉起 陶玉同这三者是互相有关联的 所以它这个是三系陶寺太极台的平面图 它这个平面图也是一个太极形状 它就跟这个太极图的形状非常相似 这也是可以证明这个太极台 这个台可以命名为太极台 它观测的是太阳的投影 同时它又有龟表 既有那个用墙的侧缝来观测太阳 实际是从哪里来的 同时它又观测正午 太阳的投影的长短的这个龟表 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有 除此之外 上古我们在陶器里面就发现了大量的太极图的图形 这些都是上古太极图 而且我这分别举了四个例子 这四个例子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 上面四个是天盘图 它是顺时针旋转的 由这个鸟头和鸟尾 就可以看出它的这个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关系 下面四个是地盘图 我们知道太阳是由东向西 由西向东旋转 这个旋转的时候从北极 上空往下腐蚀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地球是属于逆时针旋转 太阳呢 天球呢是顺时针旋转 所以形成了一个天地互逆的这样一个关系 中国古人称之为天左行地右行 这样就是一个像拟盖子一样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就是中国的古代的太极图是有两种形状 一个是顺时针旋转的天盘太极图 一个是逆时针旋的地盘太极图 这都是陶气的 当然后来也出现了玉气的和铜气的太极图 比如说西州也是既有地盘太极图 又有天盘太极图 这个天盘太极图它是青铜的 而天盘地盘它这个都是青铜的 在我们青铜之道里面这两个图我们都讲到了 而且这个右面这个天盘太极图 也用作我们庄子江湖的logo 右面这两个上面的是汉代的 在四川出土的一个漆气上面出土的太极图 所以我们说陶玉同漆金银 池气上也有大量的文样是从陶玉同来的 下面一个是五代成团的一个太极图 所以太极图不是五代成团发明的 在五代成团之前 几千年里面一直存在 上古六千年的时候就有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陶气里面这些文样 它太极图以及它的六十四卦之间 每一条阴摇阳摇是怎么来的 它的内涵是什么 最后我们就讲一讲 陶气之道也就是福西之道里面讲的 整个福西族通过硅表侧影 发明了六十四卦阴阳摇 然后来用它来记录整个这个历法 这个历法它是怎么来记录的 它的使用功能在哪里 就是我们称它为太极挂立 这个读过福西之道的朋友看到一个图 我在书里面用的那个图是天盘图 那个天盘图很多朋友当时也有人跟我提出 好像跟那个你说的那个太阳在冬至的时候 在南回贵县 然后夏日的时候在北国微信 它说好像是拧过来的 我说因为那个是天盘图 当时那本书福西之道里面主要是论证 从天盘图的角度论证了 所以后来我又吸取了 大家觉得跟直观有一点相反的这样一个观点 所以我在福西之道的修订版里面 修订版暂时目前还没有出版 修订版里面我就补入了这样一个地盘图 福西太旧的地盘图 在这个地盘图里面 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这个时候冬至不是在上面的 坤挂不是在上面 坤挂是在下面 冬至下面对应的是富挂 富师千 一阳瑶变成两阳瑶 零挂了 然后到太挂三阳瑶 然后到大壮四阳瑶 然后到大壮五阳瑶 然后到浅挂这边 就是从一阳到六阳 然后从后挂一阳瑶开始 一直过来 一直到冬至 坤挂是六阳瑶 是一阳到二阳三阳 三阳四阳 五阳六阳 所以这样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上半年太阳 是一个从南到北 离北半球越来越近 下半年太阳是从北到南 离北半球越来越远 这样跟我们的这个地盘图 跟我们在地球人看太阳的直观 是完全一致 那么它的计算方法呢 就是归向七级六阶 等于 湖西连三历 东七三 西七三的那个七三六 上半年坤挂对应东智 太挂对应春风 下半年浅挂对应夏智 匹挂对应秋风 那么风挂直日之法 就是用内圈的六十挂 来计算一年三百六十天 那么每一季是这样记载 等于是一个图片 就分为上下左右四个象限 每一个象限是各有十五挂 十五挂的每一挂六摇 所以十五乘六就等于九十 所以每一季的基本日子是九十 但是九十是不能计算全年的 一季九十的话 四季只有三百六十 那是要差好几天了 所以每一季呢 它都要加上外圈一挂 比如说第一季 春季它就要内圈十五挂 加泰挂就是九十一天 然后第二季是内圈十五挂 加浅挂就是一天 然后是第三季秋季 内圈九十一 加一挂就是一挂 第四季冬季也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话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四天 那么再把归于雨中 把冬季的上下挂分别季一日 那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然后到了四年论一日 那么夏季的上下挂 也分为上下挂 那么就一年三百六十六天 在上书谣点里面 就说七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 这个是我们中国 华夏上古福西族 他们用太极挂下来记录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 是所以称为福西太极挂历 但是古代除了中国 上古民族这样基地法 其他民族也是 西法人人会变 各有巧妙不同 他们的另外两种计算的方法 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是巴比伦人用那个扑克牌 当然这个扑克牌 是已经经过历史的流传 现在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 比如说后面的节圈 K已经赋予了更多的历史的内涵 那个骑士代表谁 四个骑士是代表谁 四个皇后代表谁 四个国王代表谁 是后来有很多历史上的附加的东西 但是他的整个的基本算法 跟我们这个福西太极挂 太极历史非常相似的 他也是分为一年四季 然后上半年两种花色是红色 下半年两种花色是黑色 对吧 春天他的红 他的阳 阳气还不太满 所以他是方片 他夏天 他的阳气满了 所以是红星 秋天 他的阴气还不太丰满 所以是草花 冬天他的阴气已经很饱满了 所以他是黑淘 对吧 然后呢 他从一到十三加起来是九十一点 九十一点就是代表九十一天 每一点代表一天 就像我们福西太极挂里面 每一摇代表一天 然后四种花色 四乘九十一就是三百六十四天 三百六十四天 剩下他为什么要一个大怪小怪呢 他就是用来计算润日 你在平常的普通的年份 他就是大怪是彩色的白天 彩色很鲜艳 晚上小怪是黑夜 看不见彩色了 所以他是白色的大怪记作 小怪记夜 那平时他这样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但是如果你是润年呢 他大怪小怪各记 那么就是三百六十六天 所以他这个算法 也跟我们福西太极挂很相似 只不过 我们跟他们的区别 就是他们没有 这个扑合牌 他们一直处于游戏状态 他们没有进入他们的文化 成为他们的基因 而我们太极图六十四挂 进入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建立了更宏大的 跟他相关的中华文化 在玛雅 南美 印第安人 他们玛雅族 他们呢 也没有用太极六十四挂来记立法 他们也没有用扑克牌来记立法 但是他们用的原理是一样 他们做了一个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的每一面 都有九十一级台阶 这九十一级台阶就对待 对应每一季的九十一天 然后每一季呢 都要把中间的季台算作一天 加上去 所以是三百六十四日到年底的时候 加上祭坛 就是三百六十五 但是祭坛它又分成两层 因为它要照顾到润年 润年它两 就是把这个祭坛分为两层 它就是三百六十六天 所以它也是跟巴比伦的扑克利 以及我们华夏的福西八卦力 太极力也是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从这三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文字发明之前 每一个民族 如果农业要起源 它都需要有精确的立法 它这个精确的立法 由于这个天象的规律 是为全世界所共享的 每一个民族 根据它自己的各自的民族特色 民族智慧 它都会精确测量出 每一年是 正常年是三百六十五天 润年会三百六十六天 都会计算到这个东西 同时他们用每一个民族的 自己的方法来计算它 那么马亚金字塔利 它无法把它作为一套符号 进入它的整个文明 扑克它也不能作为一套符号 进入欧洲的民族文明 但是六十四卦 可以作为一套完整的符号 进入了中华文明 所以这个福西之道所揭示的 福西六十四卦及其太极图 构成的整个这一套中华的义学符号 我就称为是华夏八千年文化的总基因 它就进入了中华文明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受它的滋养 还受它的恩惠 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第一本福西学的第一本书 福西之道 讲的主要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看一看时间 厂正我们是不是时间有点慢了 时间可以 时间可以再快一点 刚才我没有 刚刚讲了多久了 刚才讲了有 五十分钟了 我们预期知道 稍微讲的快一点 然后再进入 清总之道 预期知道呢 就是补充了一下 就是说除了立法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天文的观测 观测的很多就记录在预期知道里面 我们表达在预期里面 我刚才讲规表侧营的时候 就是说预在 规表侧营里面 预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这个预期知道呢 就讲了中国古人 除了观测了六十四 四卦以及二十八秀等等 我们又观测到了北极七星 北斗七星 他们互相的关系 那么就是就解释了 那个甲骨文里面 有一个万胡 这个万字符 是怎么形成的 主要是在讲了 那个万字符 把它解析开来 它就是四季的北斗 它合成起来 形成一个万字符 那么每一个季节呢 它就斗柄会指的一个方向 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斗柄 东指天下皆穿 斗柄 南指天下皆下 斗柄西子天下皆秋 斗柄北子天下皆东 那么这个就是斗柄的一个指法 把这个四季的斗柄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万字符 这个万字符呢 在中国文化里面价值特别大 那么全世界都有万字符 按照我预期知道里面的说法 全世界的万字符 也有可能是某些地方 它们独立出现的 但是更大的可能是由华夏传播出去的 由华夏传播到全球 那么这个上古华夏在各个地方遍布的太极 那个万字符 这些万字符我认为都是北斗七星 我是用那个图来论证 万字符就是这样一个符号 它的天文功能就是观测 我们可以这样说 福西族用四七二十八三投射到天上 形成了东南西北二十八秀 但是东南西北是四大天公 是分别位于中央天公周围 中央天公呢 就是形成了以北斗星 也就是以万字符为核心的 北斗七星这样一个中央天公 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天文学中的五大天公 那么这个中央天公呢 这个符号呢 在那个两组文明 两组文化里面 它有一个核心的神辉 这个神辉呢 它就是天地骑猪寻天图 那天地为什么要不骑别的东西 要骑着猪来寻天呢 因为这个北斗星 它的这个斗部分 它是一个倒梯形 那么这个猪的双眼和双鼻 双眼封得比较开 双鼻离得比较近 它就形成了一个倒梯形 那么古人是用天人来对应的 同时他要把这些抽象的知识 他要把它相形化 便于记忆 所以他就认为 北斗星之所以 北斗七星 之所以要绕着那个紫微星 在那么旋转 就是因为这个天地骑着这个北斗星 也就是北斗诸神 在绕天 寻世 寻天 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两组神辉 那么如何来论证 它是一个两组神辉呢 而且这个神辉 它本身是具有立法功能呢 我们在两组预馆中看到了 它是基数月 偶数月分别用的是不同的神像 上面基数月用的是天地骑都寻天图 它的偶数月分别用的把天地拿掉 就是用了一个珠神 北斗珠神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辅助的论证 像两组民族 两组王国 他们就认为天上的星宿之所以旋转是因为天地骑着北斗诸神 在那寻天 但是这个养勺文化是福西族的文化 它呢不认为是天地骑着诸在寻天 它认为是天地骑着龙在寻天 因为它的天文体系是二十八秀 二十八秀的第一功就是东方穿龙其秀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对天天空的天象的解释 一种认为是骑着诸 天地骑着诸在寻天 这是玉器族两组 两组民族 一种是福西族神龙族 他们认为是天地骑着龙寻天 那么这两种东西最后都会融合进青铜时代的青铜铜器上面 就是不同华夏大地上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它最后会融合 融合就形成一个合成的体系 那么从养勺文化的这个骑龙寻天到你比如说在广西 我们可以看到史前的那个一个像上帝一样的或者是代表祭司 对这样一个求祭司的一个人 他踏在一个龙上面 你看这个龙就甚至有点像恐龙了 那么同时他上面还有符号 这些符号呢都是有天文意义的 我在书里面有详细解释 这个实际上是叫做天书文 那么同时他两只手上举 两只脚下蹲 这个也是中华天地的一个造型 这个天地的造型 我在书里面也有详细论证 所以到了那个龙山时代 石家河文化 他就这个中间的天地 天地旁边耳朵旁边有两条小蛇 天地的身体下面有两条龙 那么就是跟山海经所说的耳两蛇成两龙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是他跟后来的青铜器呢是有直接关系 跟青铜器的滔铁文有直接关系 但是呢造型是有区别 他的要素不变 但是他的造型特定会有区别 所以就是在淘气和玉气的里面的 它就是这些元素 这些天文历法元素 表现天宫天象变化的这些东西 在青铜器里面都会进一步合拢 比如说在到了下代之前的 陕北时髦 现在时髦遗址 最近是最近几年 他的考古发现非常火 还做过央视还做过电视直播 那么他的这个文样 就是中间是一个绳面 左右是两条龙 所以是一个绳配两条龙 下面这个图也是这样 中间是一个绳面 左右是两条龙 那么其实就是 跟山海经里面的天地成两龙 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但是它还不是经典的陶铁文 经典的陶铁文 后面会从这里吸取元素 吸收元素 最后形成后面的定型的造型风格 这个也是下家殿下层文化 是商代的仙商文化 它也是一个天地成两龙的形状 然后这个是商代的河南郑州二里钢文化 它是一个人面的天地 左右是两条龙 耳朵旁边也是两条龙 所以它是耳两舌成两龙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万字符 古代由于认为中央天宫 这个北斗七星是绕着紫围心旋转的 所以这个他这个北斗七星 合成了这个万字符呢 我们跳舞既是北斗七星 既是紫围大地 既是北极天地呢 一定要跳他这个舞 那么我跳舞如何呢 不同的舞 我既是不同的东西 总要有标志性的东西 那么我既是这个北斗七星 既是紫围心 我这个手形 脚形 就要模仿这个万字符 所以就这个舞就叫做万 那么这个万五这个万字不是 现在我们简单的写 写成这个这样一个万字 叫万五 而且这个字它不是简体 它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就是这么写 在诗经里面也是这么写 不能写成那个虫字的那个繁体的这个万 它这个字其实是这个地盘万的简写 地盘万的简写 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 那么它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动作 都是万五的五字 而且在甲骨文里 它写万五的时候 它不是写成那个一万两万的万 它就是写成万字符的这个万 这我书里面都有详细的解释 那么在先前文学里面记载的万字 它就不是繁体的这个万字 它就是一个简体的万字 这个字它本身就是专门代表万字符的这个舞蹈 这个舞蹈就是专门祭祀天地 而且这个跳舞 我们青铜器里面可以考古发现出来 有一些青铜器很很很奇怪 它为什么在一个青铜器上面弄两个脸 两个脸脸叠着脸 其实它就是一个舞蹈者戴着面具 下面那个脸是舞蹈者的那边 上面那个脸是他扮演的那个天神 那个角色 所以这个他就是一个万舞舞者 头戴面具跳万舞的这样一个造型 不是头上叠头 在楚词九歌里面 它就叫龙驾兮地服 龙驾就是成两龙 地服就是他包括戴着上帝的面具 也叫地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玉器之道里面介绍的 玉器族他们发明的 他们观测的得到的一些天文历法方面的一些知识 也记录在图里面 同时融入生活 融入祭祀 融入图像 而且这些东西呢 它最终也融入了青铜 所以在玉器之道里面 也涉及到一部分青铜 比如说这个上代的万物陀骨 它上面的这个纹样 就是一个万物的造型的纹样 但是在另一个同样是万物的陀骨里面 它就出现了一个 是一个韬铁纹的形象 所以我们对比这两个铜骨 我们就知道 由于它的功能是一样 所以它的图像的内涵也是一样 这个是万物的舞姿 是它的动态的一个表达 那么这个韬铁纹呢 也是万物的舞姿 它是一个静态的表达 是一个风格化的表达 是一个更庄重的图案化的表达 既然我们看到拍一部电影 上面是电影剧照 这是电影剧照 但是我们 当我们要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们简单的拿一个剧照去好像缺乏典型性 宣传效果要差一点 我们可能怎么样 请美公司给它画一幅电影海报 把它风格化 把这个电影的药艺 内涵把它风格化 我们就画成了一幅陶铁纹 这个美公司就会把它画成陶铁纹 所以韬铁纹和万物的舞姿 它是同一种东西 一个是风格化的 一个是没有风格化 这个就是我们在义气之道里面 对万物做了重点的研究 这样福西之道和预期之道 都共同的为我们的福西学第三本书 青铁纹之道做了铺垫 所以我写完那个福西之道和预期之道以后 计划中的就是我在2013年10年前 5月到7月 对陶铁纹做了系统研究以后 就是已经计划中就是这么来写 所以最后就是最后写的第三本 福西之道 青铁纹之道 就是来解密青铜器上的这个文样 就是在陶铁之道和预期之道里面 讲的上古天文历法 最后形成了一种对天道的崇拜 对上帝的崇拜 对宇宙之道的崇拜 对天文历法的崇拜 它形成了一种宗教神话 以及祭祀 祭祀的时候一定要有祭祀的礼器 就是青铜器 除了礼器 他在礼器里面举行仪式的时候 他一定要跳一种舞蹈 这种舞蹈就是万武 而万武的这个舞蹈的舞姿 其实就是青铜器上面的那个 涛铁纹所表达的这个东西 两者是一样的 青铜器上的这个涛铁纹 它是一个万武的 我刚才说了像电影海报一样的 一个风格化的文 然后他万武所跳的那个舞姿 就是青铜器的那个 它一个动态的表达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用 华夏天文历法的三大要素 来解析青铜器的陶铁纹 它是完全严肃合风 一一对应 首先我们看一下 《山海经》对天地的造型 它是怎么记载的 由于我们刚才讲了 一年分四季 扑克牌也分四种花色 所以我们四季就要跟四方的天象对应 所以我们有四方天地 然后四方天地加中宫 中宫的天地就是五方天地 对吧 东南西北中就是五方天地 所以所有的天地 天神 它的造型都是成两龙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时髦造型 郑州商城 它的造型都是成两龙 有时候还儿两龙 儿两蛇 儿两蛇的什么含义 等一下我们讲 首先成两龙 就是它是天地成着两龙 成着龙 寻天 造成了天象的循环 以及人间的四季循环 所以上海经的天地造型 讲的是天地 但是古代人一直很久 由于知识的失传 秦汉以后 先前古迹的失传 所以我们 有人研究上海经 有人研究滔天文 但是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没有把这两者认为 上海经所说的天地 成两龙的那个天地 就是滔天文 很多人没有想到 但实际上把它解析出来 一看就知道 它就是一回事 上海经的天地的造型 也是万武的造型 因为上海经的万武天地 也是儿两蛇成两龙 其中他讲到下代的万武 它的名称叫九代 这个万武的五姿叫成两龙 同时他说儿两蛇成两龙 所以下代以后的商代 周代 它依然有万武 诗经里面都记载了 所以这下代的这样一个 天地成两龙的万武造型 也传到了下代商代 那么 青铜器上的这个滔天文 和万武的文样 现在就进入合一 楚词里面 屈原所在九哥里面所写的这些 龙驾西地府 驾飞龙 成龙 驾两龙 承磁 驾飞龙 灰骄龙 驾八龙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楚国的万武 那楚国也属于中国文化圈 他当然也是继承了下双周的万武 他的楚国的青铜器上面 同样也是有套天文 所以楚国的万武上面 他的造型也是跟中原的万武 也是他的要素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的风格有楚地风格 所以我们后来在春秋战国以后 分为晋国的 晋地的 晋式的青铜器文样 和楚地的楚式青铜器文样 晋和楚 虽然它文样上是风格上有区别 但是它的要素内涵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虚然在九哥里面讲的这个天地 这个成两龙 跳万武 同样可以证明我们夏商周的 滔铁文和万武 是这样的相似的同样的内涵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看 滔铁文把它解析开来 它三个部分分别对应华夏天文三大要素 整个天象是围绕着紫围星 北极天地星旋转的 所以在整个滔铁文的核心部分 也就是它的硬塘部分 鼻部 从硬塘到鼻部 它是一个天地的造型 然后在天地的左右就是脚部 它就是尔两蛇 在鼻部脚部下面的 它就是两条龙 就是面部 两个面颊分别是两条龙 那么 鼻部对应北极地星 尔两蛇对应北斗七星 所以它这个蛇形是一个北斗形 苍龙七星它是成两龙 所以它这个两龙是卷尾两龙 这个我们刚才前面 单独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现在我们看到 从合成图像里面 怎么来分解析出来的 滔铁文的鼻部构建 等于鼻祖文天地 我们想为什么 我们要把一个祖先称为鼻祖呢 就是从滔铁文里面才出现 滔铁文的核心部分 也就是它的鼻子部分 其实是一个人形的 一个天地 一个造型 它对应的是北极地形 这个东西它是无所不在 所有的滔铁文里面几乎都有 那么在这个滔铁文的鼻子两边 它就是尔两蛇 上海经所说的尔两蛇 它是两条小龙 但这两条小龙 它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一个北斗的形状 是一个北斗的形状 所以它叫天地尔两蛇 在耳朵的上面 有两条蛇 滔铁文的面部 它首先是天地成两龙 跟山海经所说的 中间是滔铁文鼻祖文 天地 然后左右有两条龙 那以前不理解这个文样的时候 以为是两条龙要把一个人吃掉 其实不是的 是整个的紫威大地 北极大地 在驾驭两条龙 在驾驭两条龙 所以如果你不理解 其中文样的一个细节 就会误读它 所以我们看这个鼻祖文 天地 驾两龙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 顶耳上的一个纹样 那这个纹样把它往下 我们这两条龙把它横过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中间 是一个天地 左右是两条龙 但它是一个分解的 分解开来 而且这个文样 是一个现成的分解文样 不是我故意去做的 在就是在青铜系上 有大量存在的 这样一个天地 驾两龙的 这样一个分解套体文 但是再进一步把它合起来 把两条龙和中间的 这个天地合起来 它就形成了合成的套体文 如果你不知道 它前面解析结构 以及它的合成过程 你就看不懂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 所有的套体文 都是合成套体文 你只有去解析开来 发现它的构成要素 以及它这个构成要素 对应的天象元素 我们才能读懂套体文 读懂它以后 我们就知道 它的鼻祖文是对应 北极地心 它的耳朵是对应 北斗其心 它的面部是对应 昌龙其秀 所以它是天地 驾斗成龙寻天独 如果它有两个斗形 耳 就是驾斗成龙 它如果没有斗形耳 是牛耳 牛角 羊角 那么它就是 祭祀不同祖宗的 它就是天地成龙 寻天独 你看我们在湖南 发现的一个叫 大家都知道 叫大河方顶 这个大河方顶 里面有两个字 叫大河 然后它这个中间 这个其实它不是人面 它是地面 它的耳朵上面 有两条角 北斗角 形的 叫耳 耳两 耳 两舌 其实耳的是 两个北斗形 北斗形 然后是 成两龙 这是简化的 分别是两个龙爪 这儿也是中间是一个鼻子 文天地 然后是两个斗形 龙 是耳两舌 然后是简化的两条龙 成两龙 所以也是天地 耳两舌 成两龙 这个是天地 耳两舌 斗形 叫 成两龙 天地 耳两舌 成两龙 这个就是 整个滔铁文的一个基本的 原型 它的要素都在里面 然后呢 万变不离其中 耳两舌 还有很大的变化文样 这个也是天地 耳两舌 耳两舌 所以呢 耳两舌 成两龙 就是天地 架斗 成龙 旋天 所以整个滔铁文呢 首先我们笼统讲 它是一个天地的造型 其次 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天地的造型 它每一个文样 都对应天象 同时 它的内涵 它是一个 把动态的万物 海豹化 土万物化 定格化 风格化 形成了这样一个 庄严 威严的一个造型 然后到了春秋战国以后呢 它有随着青铜技术的发展 它会有很多变化 因为技术提高了 它就会搞 做很多花火 要炫技 所以呢 但是它的要素始终是 斗形的尔两蛇 尔两蛇 然后是成两龙 捐尾龙 基本上你看 它这么小的一个图里面 它也是尔两蛇 成两龙 这完全符合 楚词九哥所谓的 架两龙系参词 所以 只要掌握它的要素 掌握它对应的天象 以及它的基本的宗教神话内涵 那么我们就能够 无论它怎么变化 它都是无所遁形 那么我们读懂它 也就是读懂了图法 你有懂了文法 你就能读懂文字 懂了图法 也就能读懂图像 这个是最最繁复的 春秋盘词 它仍然是 尔两蛇 尔两蛇 成两龙 只要它的风格 完全繁复的不得了 看着 如果你不理解 它的构图原理 仅仅配它的装饰性的细节 看花了也 那就无法争取 理解了 它的图法 它再怎么繁复 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它 这个就是我们对陶语 通过福西学来读懂上古 文字时代之前的四千年 上古四千年 加夏商周 中国两千年 这个六千年中华文化中的 基础性的文化总基因 文明元代码 以及我们的最高的 当时的上帝崇拜 宗教神话的内涵 宗教神话不再是荒诞的迷信 它是天象崇拜的 华夏民族对天象崇拜 遵从天道 顺道而行 成就一个伟大民族的根源 所以通过福西学对上古的 陶玉童图像的这个解密 我们就可以把秦汉以后失传的 大量的上古中古知识 可以复原起来 包括读懂很原来看不懂的山海经 原来无法理解的 和图落书太极图六十四卦等等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中华八千年文明完整的贯通的联系起来 构成一个完整的华夏八千年知识总图 那么华夏民族作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民族之一 它在过去 我们能够充分理解它的过去 我们才能有未来更伟大的发展 走向更伟大的未来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实现文艺复兴 走向从古代的相对不够文明的时代 走向更高的文明阶段 走向更文明的阶段 不但是在我们古代曾经领先全世界 近代一度落后 将来我们只要能够理解过去 重新实现玩笑文艺复兴 我们将来肯定还有机会 再次走到人类知识的前沿 人类文明的前沿 长征 我大概简单就是 把三本书这样篡讲一下 好嘞 谢谢 张老师 我先把PP共享结束 谢谢 谢谢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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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对大家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 然后刚才张老师讲完 然后呢 看看我们今天已经4657个人 在同时看我们的直播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图像图片 PPT共享呢 它的好处是我可以把图片分享出来 但是它的不足是我不能跟长征 跟进行互动 变成了一个传统角戏 对 其实本来说是张老师这个这个 讲的过程中 然后那个我就随时打断下午的时候这样说的 但是呢 这个我担心这个因为同时在线350 一直在350人同时在线啊 我担心这个有人再说我 我就不敢再随时打断张老师了 对 等张老师讲完 对 刚才张老师这个 跟我们讲了这他的三本书 然后三本书其实 这个从前中后 包括这个到青铜之道 然后里面的脉络很清晰了 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这个张老师这本书 这本书 由天喜文化出版的 定价是168 然后这个现在咱们是每 同时在线350多人 然后我觉得书嘛 其实可能卖的不多哈 然后大家可以去在我们直播间去购买一下啊 然后呢 刚才有一个读者提问哈 我一直没有给您那个回报 这个张老师那个他提问是这样的 关于呃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就是他除夏僧说河南浦阳45号目 北斗星的形状和现在勺子形状 北斗星不太相同 应如何理解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为就是他的相形 有的时候是不像我们现代工艺上的要求那么严格吧 你像他这个当时的那条龙 他那个酋长的左右的龙和虎 也不完全符合那个苍龙气秀和白骨气秀的那个分布的曲线 嗯 所以他这个北斗呢 果然也没有特别去刻意的追求细节 呃当时可能也没有那么高的技术要求 他就是意思到了就行 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那个 当然这个这个问题 您可以您可以倾听啊 您可以不回答 嗯 一个 减商 就是咱之间特别火的一位老师 老师 呃 李帅老师写一本书 减商把文王言卦 解读为 诸人灭商的秘密计划和心灵暗示 先生 您有什么 您有什么评价 呃 减商这本书我没有看 我看了一些介绍 我觉得 减商这本书对卦象的起源 他讲周文王 呃 演绎 他的终止 他的目的 这个每个人可以自己解读 我现在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呃 周易和下代的连商和商代的归藏 都是六十四卦 那么文王演义演的基本的意思 就是我用我 我用现在的说法就相当于是洗牌 就是说福西六十四卦 他本来有他原来的卦序 就像扑克牌 从方块A到方块K 从黑 红桃A到红桃K 他本来有一个固定的顺序 然后你为了玩一种牌 你会把它洗牌 那么他当他表达立法的时候 他是一个标准的排列 下代连商 以及下代以前的福西六十四卦 按照太极多的排列法 要形成那个图像 一定要形成那个排列 只有那个卦像的卦序的排列 才能形成太极图 那么文王演义以后 他把六十四卦的次序 重新做了新的排列 他就形成不了太极图了 至于文王演义的目的是 为了减伤 为了灭伤 他其他有什么政治意图 这个不在我们目前的讨论范围里 谢谢张老师 然后刚才张老师通过PPT 给我们介绍了 关于青铜之道 华夏天地的韬贴文 其实书里面只是 刚才PPT里面只是简单的 没有我认为是只是简单的 没有很深刻的去探讨 但是这个张老师书里面 是我随便翻出一页 这一页是 我们说下河南二里头的 这个绿松石 然后呢 夏家店的 夏家店的 仙乡文化 然后我们 河南郑州的小双桥 这个小双桥的商台遗址 然后这个还有我们广汉的三星堆 然后还有我们洛阳北遥 我们河南周口的路易太星宫 其实很多 这个在这些老师的书里面展现的这些青铜条文 很多都在我们河南博物院能看到 能看到 这次跟郑州的天一文化讲坛合作讲青铜之道 真的是太对路了 是找到娘家了 谢谢 谢谢张老师 就是说我刚才前面讲了 2013年去了福西竹竹地甘肃天水 是写淘气的时候 我有一次淘气之旅 写玉气的时候 我去了沿海梁祖 大文口 那个洪山文化 内蒙敖汉旗 然后我写青铜之道之前是2017年 我重点考察了河南的二里头移植 郑州商城 洛阳等等 哎呀 我在河南真是流连忘返 河南宝地 向河南人民致敬 向中原人民致敬 谢谢张老师 然后下次您来河南我陪着您转 好 然后再去殷墟二里头 然后包括 对殷墟我也去了 上次 对 您看看演示的商城和我们郑州商城一直有什么不一样 对 对 上次那个去二里头的时候 二里头博物馆还没建的 对 现在二里头博物馆已经建成了 然后 已经建成了 我就是有想找机会再去 可以可以可以 您来的时候随时跟我说 我来 你看我这个身后墙上放了很多青铜器的房品 有不少就是在河南旅游的时候 我看到您 我看到您那个养潮遗址的 对养潮遗址 对对对 陶文彩陶 然后那个我我先回答一下老师的问题 就是说评论散人说刚下定单 大家有几天都知道三天最迟三天都到了 可能今天今天说过 明今天下单明天就发货了 嗯 然后这个 这条文其实我在在 我是经常去博物院看 但我只看青铜器的出土的地方 然后他的这个 怎么说 地方啊 意义啊 然后对条文其实我也看 但是我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然后我通过您的讲解包括看这本书 我认为 我认为他里边背后的玉玉太大了 太深了 有时候看不懂不是观看者的问题 因为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 嗯 呃像那个叫核尊 嗯 中国 对 载质中国这个核尊 对 对 核尊他有时候因为你看任何一个图都要摆正位置 你当你不懂这个图的时候 嗯 你文艺会摆错 嗯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他的一个正确的摆法应该是这是鼻子纹 嗯 旁边两个鸟 那么这个正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他有四条飞了 然后你如果转45度 转成这样 嗯 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纹样 因为他这个纹样属于这里 这一般的纹样属于这里 嗯 所以他如果这么摆 他这个纹样就是看不对的 你就无法看对 无论是踏片 线描 以及现场博物馆的展览 如果布展的人没有看懂这个纹样 他不懂图法 他无论是做踏片 做线描 以及布展 他摆的位置 都不一定摆对 嗯 所以我看到很多考古报告上面 就是由于一部分的学者 他还没有深刻的理解这个图法 所以他无论是踏片 线描 布展 他都会有问题 嗯 我在书里面 附习之道 尤其之道 清农之道里面经常会对图片做加工 这个加工主要是指他们 这些考古报告里面 有些图没有摆对位置 有时候他需要一个辅士图 有时候需要一个三式图 对 就说你要懂他的图法 才能正确的看懂 对 当布展的人 他加的名称 放的角度都不正确的时候 那普通官展的人是很难看懂他的 因为他的解释 他的摆法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有一些朋友 熟悉我的福西学的 读过我的书的 就是说 有建议 建议各大博物馆的馆长 读读福西学三书 然后重新布展 重新写说明 然后还有朋友说 一旦中国的博物馆 从博博到省博到各大博物馆 都按照福西学所解密的 陶玉童图法来进行布展的话 那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信息量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进去看就不仅仅是看热闹 而是看门道 现在他们大家进博物馆 主要看的是热闹 这些东西也有好精彩 好精美 好精美 看着我条文好 你看很多的这个美术的 艺术方面的学生都在画 对都在去博物馆 比如说我刚才PPT的第一张图 就是甘肃天水 大地湾的那个归影棚 那个棚我认为是华夏八千年的第一国宝 但是这个归影棚任何博物馆都没有展出 因为他们没看懂这个东西 他就不知道这是一个归宝 他展出的都是文样花里胡哨的 哎呀很好看 他那么简单的一个上面一束像一个箭头一样 他又不知道这个箭头啥意思 是个归影棚他不知道 所以这么一个归宝我认为是第一国宝 国博审博任何地方都没有展出过 只是在考古报告里面 对然后然后那个老师讲一下该怎样看 对这个是这样 咱这样您再重复一下老师说哪哪三个字 就是您说那个 归影棚 归影棚 对然后我 刚才那个PPT 如果那个刚才那个读者朋友 如果不知道的话 他可以下载我们的我的公号 庄子江湖 对然后在我们的公号里面就有这个直播预告里面就有这个PPT的全文 所有的朋友现在在线的朋友 对对对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庄子江湖 全拼 搜索庄子江湖中文可能也能收到 就可以关注我们公号 然后就可以庄子江湖 庄子江湖 庄子江湖 庄子江湖是我的公号里面有大量的 福西学的内容 庄学内容 老学内容 就里面已经有几千篇那个公号文章 对 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个讲直播的时候的那个PPT 也在公号的前两天就已经 发布了 对全文都有 下载公号就可以找到 那么每一个字刚才你来不及听来不及记的在里面都有 对全文都有 然后那个张老师就是刚才我随随随时随随便翻了两篇啊 就是第一个看到了有我们说富豪小尊 富豪小尊 富豪木出土的这个青鸡 对 然后您讲到就他的条文 他的这个按顺时针 按顺时针看 然后包括他的细节 翅膀呢 关节等等 翅膀关节或者是脚部足部的这个轴 轴的这个旋转关节 他都是有一条旋转 对 他对他对他对有一个有一个有对有一个有一个轴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这个您的解读是非常详细 当然了可以大家可以去 我不放过任何一个维研 是是是是 大家可以去去去主播间去购买一下啊 然后我就还有问题 张老师就是我看您背后啊有一个彩陶的 洋朝的文化的这个这个彩陶图彩陶的这个模型 其实这三个我背后三个彩陶陶器我拿拿过来看大家可以看一个 对我因为我手里面我这样也我我翻翻到了刚才翻到这个我们说陶文的陶文的条文 然后我手里面呢 我手里面也有一个中国有一本书叫中国彩陶 对 我手里面有中国彩陶其实其实我跟着我我也就是我向我们河南大河村遗址啊 大河村我上次也去看了大河村我太喜欢了 是吧大河村是个瑰宝啊 对 我们说八千年八千年什么 我我我这个都在不知道都在吧 大河村太精彩了大河村 我在那个陶系之道里面大河村有专门讲到 然后这个我刚刚才放到那个是在大地外买的这个是呃 女娲瓶 你看这个女娲瓶身上的这个文样 这个文样我对这个女娲瓶我在陶系之道里面有专门的解读他的文样 他的文样你看他这是呃 倒影山 对顶山 我们再看这个 嗯 这个在陶系之道里面 玉系之道里面都讲到了 他这是一个月亮的文样 月牙 然后是太阳 他这个文样本身 就是一个日月两个周期合在一起 就把太阳周期和月亮周期合在一起 嗯 然后这儿他是一个就是两仪文 这就是一个阴阳两仪文 嗯 这是阴阳两仪文 这个是被一般所说的就四大圈文 他也是你看这也是一座山 这也是一座山这个我称为道影山 他为什么是斜的呢 他是当时的福西族的古人 华夏上古先民已经了解到地轴是倾斜的 地轴是倾斜 黄道和赤道构 赤道构成了一个23.5度的黄赤胶角 才形成了地球是以地轴倾斜的方式 绕着太阳公转 这样的话太阳就会在南北回归线之间之间 来回走 这样就造成了四季 地轴的倾斜造成了四季 中国古人已经完全理解了 这个古人而且古到什么程度 就是古到距今八千年 对 就八千年前华夏古人主要是福西族人 我们现在就是根据DNA分子遗传学的检测 我在福西之道里面讲了 目前整个华夏全境人口的60%以上 它的福西DNA是O3 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福西族神龙族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主干民族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主干民族 因为他们的文化最先进 所以他们的文化征服了周边其他民族 他们的福西遗传记忆就传得最多 然后沿海两祖 红山大文口等一些 玉旗民族呢 他们也有文化贡献 他们文化贡献 他们的福西DNA是O1和O2 他们加起来大概是占华夏总民族的人口的 30%多一点 所以30%多加60%多合起来是接近100% 但是还不是等于100% 因为在这个上古以后 还有周边其他民族会移民进来 融入中华大家族 对 其实我说我说这个彩陶 您看我们说我们这个除了刚才说您说的这个我们 有这个掩尸的二里头遗址 那么我们还这个去年 去年前刚发的 刚发刚发现了 有一个叫拱义双槐树遗址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也关心到了 里面特别精彩的是一个北斗七星 对北斗七星 然后呢 太精彩了 对所以说下一次来河南一定来 我带着您 一定来 我带您去转一转 对 还有我们说大客顿遗址 其实这出土的这个陶文 你刚刚你刚才你也你也大概你也过分大解读了 但是有些有些专家学者认为他是就是部落部落族的一个代表 调文 他其实呢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疑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来看你定义这个部落它的地域多广 因为如果你单单说河南这个某一个区域的部落的族徽的话 嗯 那么你这个部落能够广到山西广到高陕西再进一步广到甘肃吗 嗯 不不因为这个文样他从呃养勺文化到马家肴文化等等之类 他他的遍布范围 红山文化 太广了 这么广的范围内 跨很多京都 主要是东西跨项啊 他的因为当时的农业部族 他主要是在纬度他跨的不大的 他是在黄河两岸35度线左右嘛 嗯 北不会超过百 北纬38度 南不会 最难于到达的长江的北约30度左右 北约30度左右 然后他在这样一个狭长的很一个很快左右东西延伸的很长的这么广的一个区域里面 它不是一个部落能够占有这样一个文样 所以它不是一个部落的族徽 它是整个一个福西族 也就是彩桃族 它共享的一个族徽 这样说是可以的 它其中有两大主流 有两大主流的文样是不一样的 有小区别 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之处 所以我在福西之道里面认为 他们第一是太号族的族徽 第二是少号族的族徽 那么其次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太号族少号族会用这样的文样做族徽 这个文样的内涵是什么 你单纯一句说它是他们的图腾 这个就太笼统了 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文样来做他的族徽 这个文样其实它是代表天地 就是有天象的依据 所以它这个文样基本上都属于太极文 或者是连山文 或者是归藏文 或者是太极文 我刚才举了四个标准的 八个标准型的太极图 但是其中还有很多星象文 还有很多星象文 都是跟天文历法有关 其中确实在河南很多地方 养传文化 比如说庙底沟啊等等一些地方 郑州大河村 大河村里面的那些文样 其实它不侷限于大河村 不侷限于庙底沟 它在黄河上有马家药文化那边也有 但是它有一些地方特色 但是它的要素是相似 这些要素它都有天文历法 对 其实刚才我手里面 刚才那个刚才张老师给我们解释了 我手里面那本书叫中国彩桃 中国彩桃我们我们当然我面 我们链接也有一号链接大家可以买 然后这是特专版的 然后呢 其实刚才有读者有读者问 就是请问张老师 陶器上的陶器上面的图画文式 与文字的起源有何关系 有非常大的关系 比如说我刚才讲了那个八千年前 福西祖地 甘肃天水大地湾上那个像箭头一样的一个龟形文 这个龟字就是后来的这个龟的原型 后来用龟文来进行占卜 所以在龟的旁边加了一个卜字就变成了卦 所以这个形象这个文字 它其实就是龟的本字 所以这个图像表示天象的 它本身就形成了中国文字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包括一 刚才那个盆 我在书里面仔细讲了 因为刚才我们因为直播的时间有限 没有仔细讲 这个龟影盆的上面那一段 叫做宽带文 宽带文这一条线 它就是一个太阳黄道 但是它想出来就叫一 写出来就是一 那么在福西的神话传说里面 称为一画开天 一画开天 这个一画开天 福西族开天 它就是画一个一吗 这么简单 那一个小朋友地上随便画一条 也叫它能开创一个文明吗 不能开创一个文明 福西族为什么福西画一条一 它能开创一个文明呢 它这条一画出来就是太阳黄道 也就是所谓的道生一的这个一 它这个一不是普通的一条横线 它是跟天文立法有关的 它理解了宇宙 画了第一条杨摇 才叫一画开天 所以就是说 华夏文字最早的一些字 都是在陶文里面出来 谢谢 谢谢张老师 不过不知道回答没有回答 咱们这个读点提问 因为这个本来我们计划是9点结束的 其实是我们已经超时了 我们很就很严重超时了 就是我觉得聊了很开心 然后那个大家 我在做一下广告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恒南天一横花讲坛的 直播间 直播的 关注一下我们天一横花讲坛的视频号 点击我们蓝标 点击 然后预约点击全部预约 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接下来直播 我们也加在私货 加在私货 然后第二呢 就是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这个张老师的这本新书 青铜之道 然后呢 这个有天启文化出版的 然后接下来在天启文化 还会有我们说 这个张老师之前的研究复习之道 再版书 再版书 然后呢 可以 就是接下来期待一下 然后还有我们读者朋友问 您有没有 对于山海经的 这个 这个研究和著作 福西 福西学三书 福西之道 玉玺之道 青铜之道里面 都大量的涉及到了相关的山海经的内容 比如说玉玺之道里面就涉及到了 昆仑对昆仑的解释 就在玉玺之道里面 我后面确实也有计划 会专门写一本跟张海经直接有关的书 专注 也在计划之中 我目前接下去的计划 先是 已经完成了老子的第一本书 关于老子可能还有几本相关的书 以及我计划中还要写的公孙龙的一些书 后面 关于归藏我可能也打算写一本专书 山海经也打算写一本专书 时间精力有限就是只能饭一口一口吃吧 只要大家读者支持 我有时间精力都会考虑写得更多一点 只要大家不嫌多 我们很期待 我们也可以很期待张老师的新作 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在线将近三百多人 三百五十多人的朋友们 同时 因为今天在线一直都是三百多 三百五十多 我觉得您的影响力 号召力太强了 对 然后很多都是您的粉丝 当然我也希望这三百多人的朋友们能够 当然去继续支持张老师 支持天喜文化 我其实做书也不容易 卖书也不容易 对 谢谢大家 对 然后最后 最后张老师 这个我们还是老规矩 然后最后呢 我想您 请您给我们天一文化讲坛的读者 还有您的读者 还有我们今天 今天晚上直播的河南省文化云的读者朋友们 说几句话好不好 谢谢 河南是 传统称为 河南是行政的称呼 但是我们在文化上 我们称为中原 中原文化 虽然我们现在研究华夏整个文化 我们要去除中原中心论 完全以中原中心呢 这样就是视野有点狭隘 我们要放眼整个华夏 但是中原确实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核心 就像我们观天象的时候 我们要观了解整个天象 东西南北四大天宫都要了解 但是中天的天宫的核心 中天宫也依然它永远是中天宫 北极地心 紫微心确实是一直是居于中天的 北斗七星围绕着它转 那个二十八秀也围绕着它转 所以中原 在下代以后 确实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哪怕到了唐宋以后 由于这个人力资源 这个社会就是环境的一些变迁 甚至于包括农业过度耕种 导致土力的水土流失啊等等 中原一些地方 它的生产力逐渐 它的移居度会降低 它的那个水土流失啊 文化环境的破坏啊 由于甚至于说文明发达到一定的程度 对环境造成了过大的人口压力 也是造成了它的一定的这个生产力 土水土的流失等等 这方面会有一些文化的衰落 或者是后退 它的强盛期 它的就会有转移 那么人口中国大概每一个千年 这个移居的纬度会向南降个五度十度的纬度 现在比如说在唐宋以后 这个长江流域的移居度要高于黄河流 但是现在经过现代的进一步开发 现在长江的水土流失 它也在逐渐的严重 所以我们要环境保护嘛 现在中国最宜居的地区可能又从长江流域转移到珠江流域了 那么虽然如此 但是整个中原 它始终是中国 从上古到中古一直到进古 是中华文化的中心 我们中华文化要重新复兴 重新崛起 我们还是要重视中原文化 同时我们不局限于中原 要放眼整个华下 甚至于进一步我们要放眼整个全世界 全球文明 那么中华文明就可以进一步的 从近代的短暂的挫折中进一步崛起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感谢中原历史上的中原的福西族 神龙族历朝历代的华夏先民 先贤先泽 对中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那我们作为华夏先民的子孙 无论我们的祖先曾经居住在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珠江流域 任何华夏的任何一个区域 都是华夏民族的一份子 我们对华夏先泽先民 做出的伟大的智慧贡献 我们要致敬要学习 要复原要复兴 我相信中原 永远是华夏的中原 永远是世界的中原 永远值得中华民族铭记 去瞻仰去学习 向河南人民致敬 谢谢张老师 谢谢谢谢您 然后我们也希望 我们现在在线读者 我们用鲜花掌声 还有我们的地理位置 标下地理位置 张老师肯定待会下播之后 会看到我们的位置 感谢 感谢张老师 然后有一个请求 请求就是 您下次来郑州 一定提前跟我说一下 我做服务者第一个 第二呢 咱们去双怀鼠遗址看一看 去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看一看 我们再去大河的遗址博物馆看一看 好好好 然后我们再去望金楼 再去我们 好的好的 每一个地方都值得一去再去 对 谢谢 感谢天音 文化讲坛 感谢长征 感谢今天 每一位读者 每一位听众 谢谢 谢谢 期待 期待 期待西洋兄一块 董西洋 西洋兄一块 西洋 感谢西洋 对 东西洋老师 一直在线 好嘞 谢谢你们老师 辛苦辛苦您 辛苦 好的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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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张老师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这个也谢谢各位的读者朋友的关注 今天直播是现在4919个人看 然后也是突破我们近期的一个直播数量 因为现在微信的直播他 他很不确定 对 西洋兄来 西洋兄来一块一块来我们河南看一看 其实河南的这个刚才和这个张老师说的 我们双怀柱遗址 大河村遗址 然后我们这个富豪 这个阴墟 阴墟 富豪墓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这个汪精楼等等 包括我们衍饰上的正式商城 然后正式小双桥 小双桥 然后我们这个洛阳 很多地方都值得去来看一看啊 我也希望就包括我们什么这个我们巩翼石枯寺 巩翼双怀柱遗址 巩翼的 杜甫 杜甫固里等等 从古到今都有很多的这个文化的遗址 然后当然我们同时在正中也在同时在挖的 有些遗址大家可以来都来看一看啊 然后同时呢 我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本身本质 本质就是这个我们说今天今天主题 饕铁文 饕铁文 然后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张老师这本书叫青铜之道 青铜之道 然后这本书对 这本书是没有签名版的 接下来我们有机会了会请西洋兄跟我们做一些签名版 然后那个今天晚上是有回放的 这个回放是只针对我们的会员 只针对我们会员是 我们的会员是加我们小编的微信 天一文化讲坛第一个字母 加我们小编微信 然后我们是会员是99 99块钱 可以听全年的回放 然后我们赠送价值99元的图书 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在这个成为我们的会员 然后呢我们会员会送送图书 然后还有这个本厂的回放 嗯 然后呢 4922 对我们今天5000人下播啊 5000人下播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 然后呢我们呃 后天 对呃不是13号啊 13号 13号晚上呃 大家可以看我预约13号晚上是有呃 呃是有大学问 管理师范大学大学院出版的一本书叫大兴宪法案 他的译者彭剑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新来史的一个教授 跟我们分享 这本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呃 直播间 当然 当然我们的其实我再说一下 我们的一号链接里面 一号链接里面 有一本书叫中国彩陶 庙 庙底沟文化图 庙底沟文化图 是这个 是一号链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是一本特装书 是一本图书 当然呃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也有很多 因为有我们的这个这个购物车里边 不是 商城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签名版书 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啊 点开看一下 呃大家对于 如果说对于彩陶文样 彩陶庙底沟文化图 对于彩陶文样有有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呃在我们直播间一下单就行了 其实这是一本 也是一本非常棒的一本书 对 我就不再多展示了 大家去看一看就行了 秘密藏在书里 约然纸上说的非常对 秘密 秘密藏在书里 我在看 反过来看 这个秘密藏在书里 其实这是这是这个 秘密藏在书里 然后呢 其实在每一本 每张节里 每一张节后面 然后 张老师都有一个 附录 就是这个图文的对表 图文的对表 对照表 每一张后面都有对照表 其实我觉得这是张老师的心血 这个 我认为我觉得 每一个 对当然这 这我认为这不是一本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 这个专著 它是相当于一个 相当于一个学术论文一样的 就是他每一张的章节 前面都有内容提要 关键词 然后开始正文的写作 当然是彩印 四色彩印 然后张老师的 其实张老师的研究 我们说研究 这华夏器物的七个字 就是陶 玉 铜 七 金 银 词 然后呢 福西学的基本宗旨是 就是贯通华夏八千年 复原华夏知识总图 研究对象是 这个古陶器文样 就上古陶器的文样 上古玉器的文样 还有中国 中古铜器的文样 中古铜器的文样 然后华夏文化八千年的 这个张老师也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上古的四千年 华夏文化 下代至四千年的 这个华夏文化 然后中古的两千年的 夏昌州文明 然后近古两千年的中国文明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本书 点点赞 然后转发一下 因为我们等到五千人 突破五千人 我就下播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提问 然后虽然说 这个 张老师已经下播了 但是我们可以私信给他说 也感谢三不知 浙江温州三不知 向张远山老师问好 然后包括我们在 在线的所有的朋友们 就是给我们发位置 北京三亚南京 然后苏州 上海 对 还有 还有新疆石鹤子的 石鹤子的朋友 对 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河南 就海南在北京人 对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 来到我们河南 我们河南也是 对 还有保定 当然还有我们平井山的 然后我们 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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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这个 我们河南的 这些刚才我提到的一些遗址 双淮入遗址 巩蚁双淮入遗址 眼石二里头遗址 然后这个眼石商城 郑州商城 郑州小双桥遗址 安阳 对 还有我们这个浦阳的这个 溪水坡 然后还有安阳 阴墟遗址 富豪墓 对 胶座 那胶座还有我们说 胶座 磁生寺 等等吧 这个我们胶座 胶座塔楼也是很有 很有这个 这个特色 就是博物馆里边 我建议每个地方 去每个城市 去他的博物馆 图书馆 看一看 然后他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对 我不知道3335清阁 您去安您去交度 是去是去什么地方 是是是是是 太极拳吗 当然交度也有词生字 就是这个也是国家 这个 这国家 对 叫国宝 对 全国第一批重点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 大家去来来我们 就是来我们河南 看一看 转一转 其实 这个张老师 就是青铜之道 就是我看 我就是比较感兴趣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在河南 在我们河南省博物院 有很多的 就是青铜 从陶文到青铜 都有 都有详细的一个 一个 陈列和 美 从 这个 养肃文化时期 一直到 这个 商朝 商 周 对 商周时期的 青铜系的 陈列 二里头 从二里头开始 从二里头开始 所以说 大家可以 可以来我们河南博物院 看一看 当然了 在这个 在湖北的 湖北博物馆 湖北博物馆 也有很多 关于青铜的 这个 展示 其实曾经在 我们在 二里头博物馆 二里头博物馆 这个开 开展的 就是 开业的 开始营业的 第一个大展 就是我们说 全国的青铜器的展 特展 其实我觉得 包括在 这个 这个 北京的 故宫博物馆 当然 我也在 我是 说的是我 我曾经在 北京的 故宫博物馆 也看过 这个青铜器的 特展 只不过说 对于 对于 这个 文士 的确是不懂 的确是不懂 只是觉得 就像张老师说的 文脉 文络 很清晰 文脉 这个 器物很精美 只是看这样的 而已 所以说 我觉得这本书 大家去 选购 拿回家 或者说 购买 送朋友 也可以 然后 可以 就是我们说 从文路 从 这个 从文路 然后来 来去 深刻的 去了解 青铜器 青铜器的 文路上的 一些 意义 还有 他的价值 我们说 从一个 外行 变成一个 爱好者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 这是 这就是 我们觉得 这是 我觉得 就是 带了 一个 喜好吧 三清 三寿 金铜 对 正愁的 就这就是说 先下先得 对 这就是 先下先得 西洋兄 做的这种 在这个 众筹 其实也 现在都在 做众筹 就是现在 做书 也比较卷 内卷的 比较厉害 然后 这个 先众筹 众筹的 众筹的 这个 应该说 不论是 成本也好 不论是 这个 优惠也好 都很多 都很多 对 今天 今天 今天忘了 请这个 请 请张老师 讲这个 文锦 讲文锦 就是 我们说 我们河南西川 下次出 我们河南 我们河南西川 下次 楚牧的 就是 潘辉 文锦 文锦 文铜锦 文铜锦 然后这个 没有 没有 对 没有请张老师 讲 这我 这个因为我 标识出来了 其实 我觉得 大家可以 有机会 来我们河南 看一看 当然 更重要的是 来看一看 这本书 好吧 我就不再说 说了 我就等着5000人 下播 大家可以 在我们直播间 你看一看 其他的书 其他的书 对 翻回文 是的 这个 其实我们中国彩桃 这本书 中国彩桃 庙底沟文化图 是一号连接 然后我们上乘里边 也有很多 好厚实 是的 我们上乘里边 也有我们的 这个签名版书 签名版书 这本书 对 这本我再说一下 这本书 这本书 因为定价 原价是168块钱 原价是168 现在是84 赚紧时间 下单吧 所以我真的 赚紧时间 就是 ş伙伴 咱们 打穿 5 好 一点 非常 本书 还 也 我 我 素 就是不到5,000了 大家对 谢谢一直点点 谢谢朋友们一直在点赞了 刚刚有人有朋友问有朋友关于山海军 其实有一部分内容 第三章是有一部分关于山海军对滔天文的神话表述 天地 山海军对滔天文的神话表述 有一部分内容 其实里边有一个上古天地奇珠奇龙 这是一个图法表 奇珠奇龙 这个我们说溪溪这个浦阳的浦阳的这个龙 然后中古天地驾斗成龙 这是一个比较 这是一个比较 好了 这个突破5000人我们就下播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 感谢各位的关注 谢谢 谢谢利荣 谢谢 我今天就不在这说了 好嘞 感谢各位 各位晚安 好嘞 感谢观看 好嘞 感谢观看